發生爆炸 烏克戰艦還在進行當中 不過烏克蘭吹起了反攻的號召 不少人都好奇 現在烏克蘭的反攻 是不是真的到俄羅斯去了 因為現在莫斯科的軍用機場 就傳出了爆炸事件 還造成了三架飛機受損 怎麼回事呢 透過圖片你可以看到 這濃炎直竄天際 這個地點發生在哪裡呢 原來它就發生在 莫斯科的東北方的 謝爾沃科 而就是這一個契卡洛夫斯基的 軍用機場 傳出了爆炸意外 那麼到底是誰做了這件事情 當下並沒有抓到人 所以現在是身分不明的人 來引發這起爆炸事件 不過這一場爆炸事件 也造成了兩個軍用飛機 以及一架直升機 是嚴重的受損 那麼現在當然外界都很好奇了 到底是誰做的 是不是跟烏克戰爭有關呢 俄羅斯的媒體就報導了 這民眾就說了 這機場有一個大煙柱是直竄天際 但是奇怪的是 這烏克蘭跟俄羅斯雙方 都對這個事件沒有任何的說明 也起人疑鬥說這件事情背後是不是 動機不單純 會不會是烏克蘭的反攻 國際都在關注 提醒台南地區民眾 小心大雷雨 那麼也來看 為什麼波蘭跟烏克蘭關係惡化 因為糧食問題而鬧翻 現在烏克蘭鄰近國家的波蘭 兩個國家的關係是不是生變了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 是這共和國日報說了 其實早在去年的11月 波蘭就掉入了一顆飛彈 他們現在確定就是烏克蘭發射的 S300 5W55的防空飛彈 那麼射程是75到90公里 不可能是由俄軍的位置射出的 但是烏克蘭是否認 有飛彈落入波蘭這件事情 但知情人士是指正利利 但是最近 波蘭跟烏克蘭兩邊的關係 好像有點髒 因為他們禁止了 烏克蘭的糧食進口 為的就是保護他們的本土農民 因為他們接下來 也要面臨大選了 不希望受到廉價糧食 就會進口食品的衝擊 不過這樣的舉動 當然就惹得烏克蘭不開心了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就說了 圍繞在糧食進口的政治表演 就會讓莫斯科受益 有些國是表現團結 但卻間接支持 有利俄羅斯的行為 話是講得酸溜溜 但是現在波蘭的總理就回應了 華沙將不再給烏克蘭武器 看得出來現在兩國的關係 似乎不像以前這麼黏梯梯了 進步認識戰鬥力強悍 烏軍第三突擊旅如何牽制俄軍 歐戰爭中有一支 不防在巴赫姆特戰區的知名部隊 它是烏克蘭的第三突擊旅 特殊的是 這支部隊在社交平台上非常活躍 經常把實戰影片公布上網 引起全球媒體和網友的關注 當然很多人也不免好奇 為什麼第三突擊旅 總是能掌握俄軍在壕溝裡的動態 然後精準出兵 給予致命一擊 這就不得不說 第三突擊旅花了多大心思 在構建完整的勤監政系統 並且運用了多樣化的手段 來統合各單位的作戰能力 同時也首度讓國際媒體 以紀錄的角度拍攝戰情指揮中心 如何運用這些手段 引導前線官兵執行 收復巴赫姆特南部小鎮 安德里伊夫卡的戰役全過程 空中偵察的無人機為部隊提供了明確的指示 等到官兵就地位準備戒敵 手段爆炸後 官兵再補上幾槍 以確保俄軍沒有機會跑出壕溝 戰行指揮中心的各級參謀緊盯一幕 觀察俄軍的下一步行動 一旦發現俄軍加派部隊 試圖堵住被突破的缺口處 又趕緊協調破爆班 給予前線弟兄及時的火力支援 第三突擊旅的立體攻勢 也柔火了位軍下風的俄軍 立刻以猛烈的火力 試圖壓制地面部隊的推進 俄軍朝第三突擊旅的前進路線 發射成串的子彈 身為進攻方的第三突擊旅 顯然感受到俄軍的顽抗 在保存有限彈藥的情況下 突擊旅官兵改踩匍匐前進的方式 一面躲避俄軍的還擊 一面慢慢接近俄軍陣地 要在近戰武器的有效射程範圍之內 一鼓作氣端掉俄軍這個據點 這種短兵相接的交戰方式 對兩方部隊來說 都會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驗 一名佔據散兵坑的第三突擊旅士兵 正在以火力壓制俄軍的回擊 從後方過來的戰友 立刻跳進散兵坑 加入同伴的壓制行列 兩名戰友不間斷的交互射擊 就是不讓俄軍有機會反擊 就在這個時候 第三突擊旅官兵看到自家的無人機 已經飛抵俄軍據點了上空 這下烏克蘭部隊佔了上風 他們開始就地掩護 讓無人機執行空中打擊任務 準備一舉殲滅賦予王英康的俄軍 無人機的空中偵察為第三突擊旅帶來及時而又可靠的戰場資訊 讓他們得以在作戰任務中依舊能掌握目前的敵我態勢 並且做出正確判斷 究竟是要繼續追擊或是改變推進戰術 採取更為安全有效的迂迴攻擊 以達成戰鬥任務中的終極目標 減少錯誤指揮和有生戰力的損耗 這是一次激烈的戰鬥 第三突擊旅雖然收回了不少據點 但是在戰鬥中掛踩的人員也不在少數 他們乘坐裝甲車先回到野戰醫院 接受初步的治療 傷勢嚴重的官兵則是要轉往後方 接受更進一步的照顧 打批香兵後送 意味著這支部隊必須要接收部分新兵 以填補人員空缺 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新兵 聲色和不安的表情全都寫在臉上 即便一些風吹草動 也足以讓他們不知所措 本能反映地爬在地上 躲避他們以為的二軍炮擊 但結果卻是虛擬一場 西兵報道後 接著就要徒步走回據點 一路上他們看到的不是損壞的裝甲車 就是宛如廢墟的城鎮 原本綠印匆匆的丛林 現在也只剩下一片斷枝枯木 更別說沿路上還有敵軍和友軍 遺留下來的武器和隨身用品 這是新兵們的震撼教育 第二機械化連連長費迪亞說 這就是戰爭 任何說戰士推進緩慢的人 都應該親自來一趟 這樣他們就會知道 反攻行動絕對不是一件 輕而易舉的任務 畢竟戰爭會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你 它會呈現怎麼樣的後果 僅僅靠一把步槍 是無法在戰鬥中贏得勝利 儘管這位沙場老兵在言談中 是如此的冰冷沒溫度 但是作為連隊的主觀 他必須要把醜話說在前頭 即便實際上費迪亞是一位 非常關心弟兄情緒的部隊長 博古恩是費迪亞連上的一名士兵 但是看不見盡頭的戰爭 正在一點一點消磨 博古恩的戰鬥意志 即便費迪亞把他轉移到 另一個相對更安全的據點助手 但是博古恩卻沮喪地坐在角落 雙手掩面似乎想忘記 戰場上帶給他的不好記憶 這讓費迪亞左右為難 因為他不能拋下自己的戰友 幾經思考 費迪亞決定要做一件事 希望能讓博古恩重新振作起來 他把烏克蘭國旗刺穿了幾個洞 然後掛在一個木棍上 冒著戰火還未完全停歇的空檔 將這面國旗插在一座 已然成為廢墟的民宅上 並且攤開第三突擊旅的戰鬥旗 宣布部隊已經獲得 安德里伊夫卡戰役的勝利 除了提振部隊士氣 也希望博古恩能重拾信心 畢竟烏克蘭的目標 是要把入侵者趕出國土之外 這是第三突擊旅 在安德里伊夫卡戰役中的真實記錄 儘管這支部隊並不是一支 所向無敵 不會失敗的作戰單位 但是在這場戰役中 烏克蘭國防部宣稱 第三突擊旅不但团滅了 俄軍第72魔步旅 而且殲滅了包括一名情報官 和三名營級幹部在內的 大多數官士兵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第三突擊旅的前身 就是鼎鼎大名的亞述營 經過重新整編之後 這支部隊承襲了 過去驍勇善戰戰的軍風 也擴充了組織編裝 也是第三突擊旅 能在巴赫我們的戰場上 不斷取得戰果的重要原因 明天就是中秋節了 明天晚上六七點左右 沒有時間允許的話 也邀請您抬頭看月亮 那是十年來最圓的一次